大家好,我是乔老师 最近用黄金的行情真的是非常刺激 在我们的黄金策略群里面的朋友 也撞得很满波满 因为在我们的群里 我和社区及其他老师 会根据行情变动 及时把高胜利策略放到群里 而且最受大家欢迎的石盘直播 也是在这个群里面进行直播的 如果你有兴趣加入我们的黄金群 可以用微信扫一下右边的二维码进群 或者说关注我们公众号阿萨社区 留言黄金群进群 大家好,我是乔老师 那么今天是3月8号星期五了 那么在今天的时候 有两个数据要特别关注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飞龙数据 在今天晚上9点半的时候 会公布飞龙数据 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一个走势了 飞龙数据对黄金货币 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比如黄金的话可以波动20多点 就是200多点,300多点 除了飞龙数据以外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时候 也有票委讲话 票委讲话的话 他是纽约人秀主席威廉姆斯 他讲话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什么呢 看他的官典到处去支持降期 还是说去法律不变 如果是支持降期的话 说明什么呢 说明美联储的风声 就是开始透露出 要逐渐去降期 比如说什么时候去降 大家可以去注重消息面 那么在昨天的分析当中 黄金这一块 如果昨天有听直播朋友 那你肯定是赚钱的 昨天直播的时候 怎么样呢 给他喊了一个空单 昨天直播的时候 是等数据公布 看到有长上影线 然后就直接布局了这个空单 在昨天晚上 9点半的时候 公布了美国的当初出景失业金 然后行情上涨 出现单针探定 直接布局空单 后面的话 行情回落下来了 对不对 这段下跌的话 也将近跌了有 170个点 170个点 所以昨天的行情 还非常顺畅 昨天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 说在美盘之前 行情以反弹上涨为主 对不对 然后美盘的时候呢 看直播嘛 美盘的时候 数据冲高 那么就是高位空 这个空单呢 做的就很漂亮 对吧 那今天的话呢 大家知道了 有飞龙数据 那么这个飞龙数据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 要跟大家去讲的一个重点内容 OK 那我来看一下 今天要讲的这几个产品啊 首先的话来看一下欧元嘛 欧元的话呢 在昨天的行情当中 是跟大家表示 欧元在昨天走势当中 是跟大家做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表述嘛 什么表述呢 说这欧元呢 他回调下方支撑 去做多单 那么在昨天晚上 915的时候呢 是公布了欧州的 央和利益决议 是维持利益不变 那个数据公布的时候呢 行情先下跌嘛 没有跌破支撑 1.086 然后后面的话呢 随着欧央行长的 拉加勒的讲话 然后他往上涨了 对不对 那么在今天的走势当中 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首先看一下 整体的节奏嘛 日线级别当中 阳线往上拉伸 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多头呢 在启动 4小时级别 阳线往上拉伸 顺便行情的话呢 多头信号 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行情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想呢 应该是这样想 他能涨多高 他能反弹多高 他能涨多高 对不对 那涨多高 怎么去预测呢 能上涨多高 怎么去预测呢 无疑就是左侧 这一波下跌 然后做反弹嘛 然后以左侧这个空间 去预测后面反弹的位置嘛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最好有个方法 就是飞波 让我们把飞波画一下 飞波画一下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目前行情 逐渐站在飞波的上方 我们也不用看特别远 先看到什么位置呢 上面这个线嘛 上面这个线 大概是飞波76.4 对不对 那么在没有跌破 什么支撑点 在没有跌破 这个支撑之前 对吧 你想一下嘛 按照目前走势 怎么来说 有个大的反转呢 什么叫大的反转呢 假如说 这个位置出现反包 这样的一个反包 那是不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 高位反包的信号 如果出现明显 高位反包信号 那就是偏空嘛 对不对 所以像欧元的话呢 按照目前的节奏 怎么样呢 在没有跌破 飞波50 这个位置之前 也就是1.09 200之前呢 可以保持 看涨的走势 当然你说可以 再给多一点空间嘛 比如说 1.0900 在没有跌破 1.0900之前的话呢 可以保持看涨 上涨目标呢 我们就先涨到 1.10300附近 或者说 1.10400附近 这都可以的 所以按照 目前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呢 这个行情啊 上涨空间 还是非常不错 下方有支撑 整理节奏呢 呈现出了 止跌上涨的情况 所以方向呢 探涨嘛 支撑跟目标都有了 然后就看今天晚上 飞龙数据的时候呢 能不能推动 这个价格去上涨 这是欧元 那么再看一下 纽元 纽元的话呢 昨天其实跟他讲的思路 就是往多的方面去做嘛 对不对 然后纽元的话呢 在昨天的走势当中 他也成功上涨了 昨天的思路是说 下方是一个震荡区域嘛 人家好波林突破 那就顺势看涨 找到什么位置呢 找到左边 这个大阴线的高点 0.617嘛 那么在昨天走势当中呢 基本上是完全符合这个预期 找到这个位置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看这个节奏 还能不能继续拉伸 比如说我们就先看一下 它的那个日线级别 在日线级别当中 怎么样呢 找到还是非常顺畅的 顺畅的 对不对 基本上呢 如果再冲 就冲这个高点了 对吧 那四小时段中怎么样呢 四小时段中的话呢 非常明显的双底反弹 往上拉伸 OK 那么双底反弹 往上拉伸的话呢 那就考虑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它是不是要继续上涨 它如果上涨怎么涨 首先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 人家这个位置呢 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利空信号嘛 对不对 这么出现比较明显利空信号嘛 0.618这位置 这位置不就出现阴包阳 反弹回落嘛 是吧 那出现利空信号 是不是要跌呢 那有可能要跌 对不对 所以呢 持续上涨之后 然后出现回踩 是很正常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要找个什么位置呢 找个支撑位嘛 支撑位在什么点位呢 我们说左侧 找到这个大阴线的高点 那么如果出现回踩 不也是回踩到这个位置吗 之前下跌低点 反弹回落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怎么去理解呢 这个扭圆的话呢 你可以等它回踩到0.615嘛 如果它回踩到0.615附近 然后去找机会 去做这个多单 这个呢 是通过划线去找的一个支持线嘛 那我们可以再加上什么呢 加上布林带 比如说我们把布林带加进去的话呢 就可以感受到 布林带的话呢 中轨在这个位置 中轨呢 它是在这个位置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中轨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大概是有多远 0.612 0.612到0.613的话呢 0.612到0.615的话呢 大概30个点嘛 空间也不是特别大 对吧 如果切换到一小时段中 就可以看到0.615的话呢 是布林带中轨 也就是说这个支撑位置呢 还是有的 因此在目前这个节奏当中呢 纽约这个产品嘛 纽约怎么样呢 纽约这个产品的话 无非就是说 回踩什么位置再做多 回踩什么位置再做多的一个问题了 对不对 林带已经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 双底反弹嘛 上涨结构比较清晰 上涨目标呢 是涨到上方的左侧高点 这个位置 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大家可以想 去关注0.612 0.615这个位置 如果说回踩了一个位置 出现止跌信号 然后在哪个位置 去布局多单就行了 上涨目标呢 是冲前高这个位置 今天纽约的话呢 我觉得挺好的 毕竟人家结构啊 形态啊 都是非常清晰嘛 可以呢 去关注它的一个走势 好 那么今天重点的话呢 来看一下黄金的节奏 黄金怎么样呢 一起看一下啊 首先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日线级别 这个黄金 日线级别 这个黄金呢 上涨幅段是很大的 那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 昨天最高点位 2164 2165附近嘛 然后下方低点 是从什么时候才涨的呢 是从这个1982 1982吧 1983 反正这个位置 1984到2164 那涨了多少呢 差不多涨了180点 180美金 这个上涨的话呢 基本上是涨了180美金 对吧 日线级别上涨幅度 非常大 180美金的一个上涨 对吧 那么在这波上涨过程当中呢 基本上没有停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 首先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 昨天的低点在什么位置 好 昨天低点呢 是在2143 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呢 有个这样的概念 什么概念呢 这行情呢 它出现上涨 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 但是如果出现利空信号 那肯定要去做空 假如说今天行情下跌 形成阴线回落 那把前面 这个2146 这根大阳线给反爆了 那你觉得它是要下跌 还是要上涨呢 那你觉得它接下来下跌 还是要上涨呢 对不对 OK 如果说形成反爆 那其实跟前面这里没啥区别 这不是高位反爆吗 然后这个位置不也是高位反爆吗 然后这个位置不也是高位阴包阳吗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行情 它跌破2143这个位置 日线级别形成反爆 顶部形态就会形成 那么行情的话呢 就会形成下跌 对不对 这逻辑没有问题 对吧 OK 那么现在的价格是什么呢 现在是21556 距离2143 也就是13美金 13美金空间 那么飞龙数据 飞龙数据的话呢 一般来说 比如说2023年 2023年平均的话呢 它的波动是28美金 28美金 也就是说 今天晚上的飞龙数据 将决定黄金 是怎么波动 是直接跌 还是上涨之后再跌 直接跌的话呢 就是跌破2143之后 顺势回落 如果是上涨之后再跌的话呢 那就是上涨之后再跌 就是比如说2156 2157 2157 2156加28美金 等于多少呢 大概呢 是等于2190附近 2190 基本上就出2200了 对吧 那你说黄金 等到2200 它是不是要冲高回落 白点关口 多少少呢 都会有压力的 所以我今天的思路 是这样的 怎么样的呢 画一个飞波 这位置呢 完全可以画一个飞波 好 画一个飞波之后呢 先这样想 首先第一点 如果今天飞龙数据率空 那么跌破2143的支撑 跌到什么位置呢 预测 跌到 2095 或说 2100 这个位置 2100 今天晚上如果下跌幅度比较大 2100 然后那个上涨空间 找到什么位置呢 来画一下 有些数字添加一下 OK 把那个138.2的数据加进去 我看一下一个150 OK 把这些数据加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通过飞波 飞跃测到 如果说行情上涨 刚才所说的 按照飞波嘛 比如这段上涨 它找到什么位置呢 第一个位置是飞波123.6 那飞波123.6在什么位置呢 大致就在2200 这位置附近 所以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今天的话呢 也不说 说你什么小周期的行情走势 就是去预测飞龙 对不对 飞龙的话呢 行情比较大 2023年 2023年 平均波动28美金 是不是 如果说往上涨 那找到2200点 那百点关口 压力肯定是有 它肯定会有一些震荡 或是波动 阻止行情上涨 那么也就是说 今天思路就是 如果直接跌破2143 就顺势下跌 跌到下方 2100 跌到下方 2100 那如果说飞龙数据 利多黄金的话呢 那就持续拉伸 涨到 2200 2260之后呢 遇到压力 在拐头向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黄金啊 就像大家所说的 涨可以涨 但不可能说 有点上涨嘛 那就看今天晚上 飞龙数据 到底先出现 哪边先出现 利空信号 可以呢 有这种大的格局啊 飞龙数据 飞龙行情呢 可以这种思路去想 那如果说你不想 不想从飞龙的角度 去预测行情的话呢 那我们就从小周期 去预测 什么是小周期呢 比如说像15分钟级别 或者30分钟级别 30分钟级 30分钟级 这个行情总是 也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30分钟当中 行情怎么样呢 它不就是在这个 楼梯线范围之内震荡吗 对不对 然后这个前天的时候 不也是在楼梯线范围之内震荡吗 是不是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那个星期二的时候吧 星期二的时候 它不也是在这个 楼梯线范围之内震荡吗 对不对 那楼梯线范围呢 震荡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如果说 如果说突破它的高点 假如说突破它的高点 就这位置嘛 那叫顺势看涨 突破高点 顺势看涨 那假如说跌破低点 那可叫顺势看空 对不对 那按照目前总是 横琴它也是楼梯线的范围呀 如果说横琴 突破其高点 顺势看涨 跌破其低点 顺势看空 下方2147 上方2164吧 2165 那么这段空间呢 我们就说有20美金吧 准备整数20美金 200的点 对不对 换句话来说 如果跌破2147 那么下跌目标就是2147 减20 就等于2127 2165 减2165加20美金 那么就等于2185 对不对 那么其实这个测算的话呢 跟我们刚刚算的也差不了多少 对不对 所以这个黄金这一块啊 就有两种思路去想 第一个呢 是在飞龙数据公布之前 黄金的话呢 它大致就是维持在 这个区间范围内 震荡震荡震荡 这个没毛病 但飞龙数据公布的时候呢 你要想着 这个区间破位之后 是要不要顺势去交易 如果顺势交易 涨到什么位置呢 冲2185 2190 如果跌的话呢 就跌到2127 或说更低的位置 因此在今天的走势当中呢 特别重要嘛 你说黄金呢 它从低点到目前高点 涨到180美金呢 是不是要继续上涨 还是要拐头向下 今天飞龙数据的话呢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这样这种事情的话呢 我们做单吧 其实是在直播的时候呢 会跟大家做实时提醒的 所以今天晚上直播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看啊 就像昨天 如果你看到我的直播 昨天晚上你看到乔老师直播 那么昨天晚上就怎么办 当初初期限制的数据呢 你就能成功抓到那波下跌 那如果想看直播朋友呢 不要忘了 扫下屏幕当中 二位马 后观众公众号 阿萨社区 回复黄金群 进群之后呢 那我们就一起去期待 晚上每盘阶段 飞龙数据的大行情 OK 这是黄金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原油 这个原油的话呢 我看了半天 还真的有点苗头了 什么叫苗头呢 比如说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那个叫什么 三分纵图 我们可以看到原油 三十分纵图中 出现什么样的走势呢 我感觉它就是 偏向于三角形震荡的 你看一下嘛 上方呢 有那个 上以这个压力线 然后下方的话呢 有比较明显的支撑线 就这一条嘛 这一条 其实这个三角形呢 越走 越顺畅 高点下降 低点回落嘛 那我们中间呢 再画一条 什么呢 这条线的话呢 很重要 给它画一下啊 大概呢 是在79这位置 这条线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 在目前走势当中 比如说这一波下跌 在这个位置调整 下跌之后反弹 这位置上不去 反弹之后呢 这位置调整 下跌之后呢 这位置有支撑 中间反弹的时候呢 有压力 反弹之后回踩有支撑 也就是说 它基本上呢 就是围绕着 这个线在波动 换句话来说 在这个线上方 以上涨为主 对吧 在这个线下方的话呢 那么就下跌为主 按照目前走势 它已经突破上来了 OK 没毛病 对吧 那么既然突破上来了 只要不跌破 这个支撑线的支撑 那么最终呢 还是要往多少方面去做 换句话来说呢 目前原因又就是说 是先跌 再涨 还是直接上涨 这种区别 如果说先跌再涨 那么就是跌到79附近之后呢 去布局多单嘛 如果是直接涨 上涨 直接涨呗 直接涨的话呢 上方最高点位80.6嘛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 目标80.6 那么在上涨过程当中 比如说你先涨到80啊 再涨到80.6啊 对不对 那比如说你要在79附近做多 那你就放一个78.5 或说78.几的支撑 就可以了 止损就行了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 原油呢 它其实更加简单 但是原油的话呢 它波动比较快嘛 速度要不要快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原油基本上属于那种 快进快速的一个产品 适合去做短线刷单类型的 对吧 那么今天 飞龙数据啊 对原油是没有影响的 飞龙数据只是对黄金 还有货币这方面 就是我们做的啊 黄金跟货币方面呢 有比较大的职业关系 那么今天晚上 黄金啊 还是值得期待的 到底是再创新高 还是管头像下 今天呢 就会给大家揭秘了 OK 那我们就今天晚上直播相见